大家好,欢迎收看堅仔常赢数据 我是马萧萧 刚刚星期日就举人了三场的二级赛 赛果也不是说一面左右是热门 中间也有一些70倍、40倍这些大冷门 是赢了,是winner,不是那些冷脚 头场已经有一只十几元的热门是热门了 赛果也算是有冷有热 不算是太轻易的 即是要捉到的马 常赢数据仍然会用四个角度和大家篩选一些范围 当中其实都会包了一些冷门在里面 稍后也可以和大家回顾一下 未来星期三有九场的跑马地夜赛 也是国际骑士錦标赛 最后一天是可以给骑士赚取入围的资格 现在暂时报名都算过头马数字 就应该可以取得另一个其余的席位 另外就是田太安和潘明辉 现在的头马数目是一样的 然后田太安就会有三只座棋 另外潘明辉有八只座棋 看看有没有机会 潘明辉可以多赢一win 就可以过到田太安 拿到余下最后一个的席位了 事不宜迟 先带大家看看 刚刚星期一 就是常数据的表现 先看看第一个角度 就是诺菲博塞马 有三只匹士 刚刚星期三 三只匹士都算挺好分的 英雄豪迈 年年有盈 另外开心乐园 都有三十几至六十几的匹士 当然了 其他的冠部区这些 刹期指示已经告诉你 他等下班 刚刚星期是没有的 就退出了 成绩算是不差的 接下来星期三 之前都有很多只马 是落飞搏失的 都要留意 无敌精英 上次集前大幅起飞 六倍落到三十八元 这只马这次的机会也相当好 等下再跟大家说 另外 加范 都是等下再跟大家说 上次的表现也好 超劲火力 也是要记住的 其实第三场 7-11 7-11 都是要留意的 另外 先到先得 上次有强组跑过第四四五五 跟那只姐姐会回来拍照 另外 魔法速递 上次有潘顿 就46元落到33元开跑 其实也有个表现 虽然只有一个近字 他叫他落飞搏失了 看一看第四场 这只叫魔法速递 这次就用回汤普森 汤普森 由潘顿换汤普森 看起来当然是一般的 但是 就不要理着 起码汤普森 他是这只马的唯一赢马拍档 上季两边都是汤普森去包办的 而且这只马也未必需要 留到这么后跑 基本上他上季排的八档 都是跟到在中间六七位 另外上季赢马的时候 都是跟四五位的 今季就跑了几场 都是排在中外档起步 要留得比较厚一点 上一场其实就 就是红海劲爆笑 爆笑跟这只 放头那只冠武区 就用过比较慢的步速去放头 那次其实呢 是比标准时间快三线的 那段最后的四百米 那么 留后的马就是难追的了 加上魔法速递 都是要在外跌那里追 所以 回来跑到第六孙两个多马位 就不算是太差的 那么今次就 再做一个乘来跑 放回汤普身上去 排个好档 而这一组马的对手就不算是很硬 那么我起码 我起码我数到一至七号 是的 那这只掌声 和这只武藩至尊 叫做在上季是谷草营的马 但是今季呢 就是它的分都还是有少少浪 就是它们两只马都是中心的 是的 有机会是近的 但是赢哪里真是很高 就不谈不上了 超竞保保也是 所以这一组马 对手不算是很弱的 魔法速递 都是其中一只 四班 winner 排个好档 这一场马 如果你说有六七倍 放在汤普身上去 我觉得也很直逼的 因为排了这个档 不是很难应付的 那也看起来 这个角度 就是上次开最快末段的马 刚刚就有三只马 就是开最快末段 而再出都会赢的 三只都是热门来的 另外排了披士 都是一些热门的披士 因为这个角度 始终都是 有走势让你看到 有走势让你看到 就自然是有多些人去买 看看 这个星期三了 也有十几只马 上次开最快末段 魔法速递刚刚已经说了 另外 加范 其实刚刚的角度也有 就是他上次都是有份落飞 而搏失的 另外就 这只的 第九场 正俊王者 得到猴王 上次开最快末段 但是得到猴王 他就今次 就是上个星期 他本来打风 就排了个好档的 打风取消了 但是现在排了个十档 那条件又不是很硬 所以 这只加范 就是我大力提供的 今次 因为这只加范 但是其实他的台形掌上 根本 四班都可以跑 怎么会是 五班还要27分 大佬 就是 容天鹏 就是那些联马的功力 真是一般到一不一般 都没办法了 都现在来到27分 转了去苏维研马房 上次初出其实 都有 眼尾瞅着他怎么跑 因为排了十一档 始终是比较难跑少少 但是上次都挺厉害的 都一起和大家 欣赏这条片 因为这只都是我 在常语数据里面的大题 加范就排了在十一档 也刚好是十一号 红衣、白帽 现在一缩就缩了去 尾三、四的位置 这里就尾二 这里就 骑两步下去 好像 反应还没马上交出来 所以这次也立刻 作出了一个配备上的变动 就是会重拆眼罩 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看到这里 一直执着执着 他也不是很咬上去 那只有而喜悦的后面的位置 但是这里也一直执着 拉斯其实很好反应 但是你看到前面 那只纳德加勢 接着南俱旺 后面那只乡村岳韵 三只马铁蓝 都是包办到前四名的 另外甚至乎飞跃精英 都是铁蓝与二叠之间 它是叠半 也是跑第二的 反而加勢扔了出大外搭 这里一直追上来 你初初不要以为它没什么反应 这里拉斯那几步 撲上来的势很厉害 所以你看到它在外面那些马铁蓝 加勢里面那只就是阳光灿烂 再出疯狂落飞 有如喜悦 现在就去了贴栏那里 后上的 它再出都是落飞跑第三的 另外就有只紫色眼罩的三代童心 再出在那场夜马 都提升名次的好几只马 所以这只的加范 表现比起刚刚我数过三只马 是更加好的 似乎 由容天帆马房 转到苏惠尔马房之后 真的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加上这个眼罩 重戴眼罩 希望它组断 就可以再 不用说这么立脚 今次 放下周俊乐 继续放下周俊乐 上去 不会是什么很热的马 我想十倍八倍都有机会有的 这只马 今次就有一个很大的投注价值在这里了 要高度重视这只加范 好了 都说完这两个角度之后 也看了 这个 当旺骑斯和当旺列马斯的成绩表了 先看了当旺骑斯 看了 这个艾绍丽也上了来 刚刚 虽然没有WIN 但是也有三条Q 很重要的 未来有一只无极勇将 这只马也要留意着走势 另外幸运遇见 当然也是一只在二班已经证明了能力的马 也要留意着 前泰安赚入长卷 竟然只有三只马跑 掌声也算是排面马 虽然赢面是不是很高 也未必是 但是起码都是一些比较演出稳定的马 先到先得 现在在这个分 都随时有机会爆上来的 都要留意着这两只马的表现 另外是潘顿 现在星期三是全书的 都非常好运 精算步雪 都是一些有能力的马 其中精算步雪就真的更加厉害了 也可以和大家看看这只的第八场 二班千二米的赛区 这只马上次隔了七个月才再跑 其实状态就一定只有八成左右而已 赛前看起来都是有点未够的 但是他早段就摄了一条栏 摄得很好 入直路就黏着一条栏 其实去到当日尾场 已经是一个不利的路段了 回到来跑第三输半个马位 其实表现都真的很好 这只五岁马比上季的战斗力 似乎又进了一步了 这次就不是艾道拿 放回潘顿上去 今季蔡若翰和潘顿 都有少少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好东西就先亿利 都要合作 暂时不是很多 不过都能够拿到两分两Q了 都叫做是 潘顿这次排四档呢 相当好跑的 这只精算步雪也要倒下了 好 看完另一个角度了 就是当往练马斯了 看完呢 毛韦杰真是厉害的 毛韦杰 那些初出马又OK 另外有一些旧马也保持得好 接下来有七只马出马 七只马也不可以少看了 当中有些 譬如刑刀爆 这次排的档是比较差一点而已 其实我上次是有些走势的 另外这只的电子精彩 实力的 就是对手的实力可能强一点 但是也有些边线机会的 另外浪漫老窩上次又能够接近 无谓的马房那些马 都要眼尾瞅着它了 另外拿孵犬 就在之前那两个赛日 就是拿了三分之后 就刚刚得到英雄号码入到Q 不过我都有说 他刚刚的手码 都是整体的分量不算是很足够的 那接下来也有好几只马会出的 那罗富全都要看着 另外五鹏之呢 就 无敌精英呢 这次都是我全日重心之一 所以呢 无敌精英就跟大家去看看 第一场了 那我在坚仔各关精选那里 都有介绍的 而无敌精英也是上次落飞驳失了的马 也都刚刚看到在列表上 上次就六倍落到38元大热碗开跑的 那都跟完快步速 是的 亦都在弯位提早了法力 回到来呢 就是维持均速了 那都跑完这场之后呢 试诈的表现呢 那个走势是相当好的 那这只马来到27分 排过二档 而这次也没什么马走 应该有机会守在Boxic的位置 那如果你说他在Boxic的位置上轨 有没有机会 也有些 参照是跑得好 这只的无敌精英 当然是 放在巴道也是守四五位 那另外就 放在道远欣上去 那慢步速也都可以提早是 是法力的 潘顿有一次都赢了 都是跟四五位 那所以这只马其实是跑法 很弹性的一只马来的 那现在状态 亦都是在水准之上呢 这只无敌精英的赢面呢 在这都挺高的了 那这都会继续放它 在这里推介给大家啦 好了 那四只的参… 就是那个心碎呢 都介绍完之后呢 亦都看一下呢 今次的坚者常用数据 在马少少 在这个坚者常用数据那里 选了哪四只的马 给大家参考啦 包括了第一场 这只的无敌精英 就是当旺列马斯 五盘治训练的 那另外就是第三场 这只就是上次诺菲博塞马 兼上次可以最快没断的马 就是11号的加范 那另外就是第四场 也是上次诺菲博塞了的马 就是魔法速帝 也是上次可以最快没断的 最后就是第八场 当旺骑斯 潘顿纳离奇的精算步说啦 好了 那大家如果想看完马少少 和波仔的文字马评呢 就可以在建制策划里面看看啦 头两场的赛事 那你可以一览无为啦 那所有功能都会用到的 第三场的赛事打包呢 就会有少少的资源费用啦 那收费就会分成日费 是月费和年费啦 那当中一定是年费呢 回起是最底的 那详情呢 就可以WhatsApp 或者致电回55361016 和同事去联络啦 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呢 就差不多啦 下集的建制上映数据 再和大家分析 拜拜